WTT大满贯赛事开赛在即央视市府直播答案来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翻楼各位喜欢国评的球迷啊 给小明的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国评的最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目前来说 WTT大满贯赛事呢 已经正式开赛 因为之前的几天都是这个预赛 我们的几名优秀选属啊 都有参赛 包括孙颖沙 王万宇等人 将在明天3月1号将正式开打 基本上可以说 所有的选属从明天开始呢 都会亮相 作为央视来说 这场比赛他会直播吗 这是很多喜欢国评的球迷的 比如过程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我们通过目前来看 我们通过一些渠道来看 央视呢 不会直播 WTT大满贯赛事 这样的球迷啊 可以说不是很理解吧 因为作为国球 作为多次为国争光的中国评论队 可以说央视呢 没有去选择直播 确实让人家很费解 因为目前来看 我们在央视的直播栏中 没有看到WTT大满贯赛事的一个直播 如果球迷朋友们想去看直播的话 可以前往米谷视频软件去进行观看 米谷呢 将会全程直播 WTT大满贯赛事 央视呢 在本次的六十四分之一 包括八分之一决赛呢 应该不会转播 可能到半决赛 决赛的时候呢 应该会进行转播 所以说球迷朋友们如果想去看的话 可以通过其他软件进行视频观看 要是呢 是目前来说是不会转播的 我们是希望呢 国平的将士们 能够在本次的WTT大满贯赛事中 能够发挥出最后的水平 争取呢 获得这几个项目的冠军吧 因为本次的WTT大满贯赛事 确实是比较精彩 而且呢 积分脚尖都非常丰富 我们是希望呢 国平能够发挥出最后的水平 争取呢 获得所有的冠军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天球 下期的聊 下期的聊天 下期的聊天 感谢观看